他在 認識你 監製, 很餓 監製, 很睏 監製, 淋軟魚做病 肚餓、眼睡、作病, 都要做的 開任務箱 又禮? 你開不了, 我幫你開, 好不好? 一、二、三 什麼? 沒什麼? 大家辛苦了, 今天放假一天 不像美作風 今天不要辛苦了 好嗎?讓大家放空一天 真的嗎? 我先走了, 好嗎? 放空, 放假 這麼好? 我覺得不是真的 可以先給食物來嗎? 有企圖, 監製 你們三個還在這裡幹什麼? 放空, 休息 難得來到這裡, 享受大自然嘛 還玩手機了? 幹什麼? 玩手機了? 玩… 我也沒有玩手機 不要玩手機了, 出去… 出去… 享受大自然 去吧 大家監製多好, 讓我們免費一天 但現在就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姐姐 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載我到處去嗎? 可以… 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但很多時候我們放假的那三天 到第三天真的正在休息 放鬆著, 放空著的時候 你已經要回家了 我覺得今天是令我挺開心的 跟姐姐可以駕駛的車去菠蘿園 那個路程也挺舒服 這些是不是菠蘿? 是呀…這些是菠蘿園 是不是我們這裡摘菠蘿? 這裡摘什麼? 我可以陪你摘嗎? 好 好 好 為什麼是一個好的菠蘿色? 這個…這個就好, 剛剛熟 剛剛熟這些? 對 如果想今天吃呢? 這個就可以吃了, 這樣吃就可以了 可以了… 好 這個… 這個…很刺激 我平時選菠蘿, 也不會選得這麼青 不是, 你看什麼時候選 因為有些是打了熟的就是這樣的 我這個是什麼也不打的 就是這樣, 自動熟的就是這樣 摘著頭 對… 捉著菠蘿, 咬 那個感覺就是… 好像弄穿人家的頸部一樣 是有這種感覺的, 很爽脆 有一點…還有粟米糰的感覺 粟米糰就覺得有點難摘 反而菠蘿最容易 對 刀潮 對… 其實挺容易摘, 摘菠蘿 可以了 看看可不可以多拿幾個, 走吧 娜姐, 我老公很喜歡吃菠蘿的 送料給你, 好嗎? 好啊 但是我隊伍也要吃, 可不可以多送幾個? 我是一個很性急的人 如果我沒完成很多東西 我就會心掛掛掛到晚上都睡不著 所以我就一定要… 有時間我就要盡快去做所有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我的假期都不算一個假期 我可以進去偷看他們嗎? 很健碩 謝謝 以前拍攝《盛莊舞步外作戰》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去這個 劇術學校做訓練 我們又要學習如何照顧它 然後他們又會餵他們吃紅蘿蔔 餵他們吃薄荷糖 就是那種近距離感受到他們的靈性 你就是傳說中的花姐? 是呀 你就是了, 你在這裡做什麼? 鳳梨酥 我做了 做鳳梨酥, 好啊 因為我聞到你, 是否應該在焗一些 很香? 是, 現在暫時正在開爐 很香 然後掃, 先大手掃 好 我要做一些好東西給姚子玲 還有這個Elaine, 值得 因為它應該是素 等一下問清楚 你可以做給君卿吃 也做完給樂意吃 我很喜歡吃鳳梨酥 我平日去台灣旅行 我真的買了很多盒回來, 自己吃光 這個就是煮好的餡料 這個餡料都用很多很多有機菠蘿 是 差不多40斤的菠蘿煮, 只有5斤左右 磅30斤 對, 30或31斤也可以 花姐說30或31斤, 但現在34斤 現在有32斤 31斤, 花姐說合格的 這樣就… 完了 是 拿在中間 是 將它這樣壓 包起來 對 好像收餡餅的餡餅 是, 把它攪拌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攪拌了 你很聰明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在這裡做 它很高 花姐打算請我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在這裡上班 我真的很喜歡做這個, 很開心 好, 我們放進去了 打橫 打橫? 對 現在對嗎? 你放進去吧, 你放進去 不要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給點力量 讓我拿出來放進去 花姐讓我偷吃 其實我們拿出來攤了一會兒 還是有點熱 花姐很美味 你是否想要全部送給我 你喜歡 我要抱抱花姐, 追花姐追進去 你喜歡 你喜歡 我覺得最棒的me time就是 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這是一個學會去跟自己相處 然後克服一些自己的恐懼方法 自己去的旅行是去了日本 第一天去到 去到餐廳, 人家全部都一坨坨 我去到餐廳,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就是自己一個人吃飯 其實這個感覺也挺有趣的 你好… 嘗試一下, 我用我的美式 僅餘的美式 我現在和她溝通, 你好嗎? 不成功, 她現在不騷擾我了 下一個地方看吧 孔雀, 她怎樣才會開瓶 她求吐的時候才會開瓶 但她很明顯對我沒興趣 我喜歡動物是因為我覺得 在動物身上我找到一個… 一個生活, 我不懂得解釋 你會覺得他們的生活很簡單 反而是人很複雜 所以我覺得在動物身上 我又會尋找到最基本的東西 這裡有一些藤籃 不如過來看看吧, 看看吧 DIY工作坊 這裡可以做蕃茄 很棒啊, 真棒啊 可以做幾道菜給我的… 好姊妹 還做給黎監製吧 精油的基礎選擇 做個淺黃色給她拌勻 我還要放花花進去 就像這些, 本身裡面有花花, 是嗎? 我出去摘花 有花花 不如這個紫色吧 好可愛, 這個很漂亮… 你看 我很喜歡做一些小手作 我覺得做小手作是一樣… 我自己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最獨一無二的 你不會做得上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自己也會覺得 挺喜歡親手做一些東西 送給身邊的人 你會覺得紫綾比較冷靜 有時候可能會有點酷 真正熟悉紫綾的人 我是會很… 我什麼都說 會很率真 好, 接著先做給Grace 我選了這個花花… 這裡 還有黎諾伊的 有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接著 吃餐, 看見你會做甚麼 所以, 應該是要做的 我會很喜歡蒸汽 所以, 要拍攝 我有很多東西 沒看見你, 我會喜歡 去看見你, 會這樣做的 我就做給你 黃金金的 給人知道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漂亮 我很喜歡這個敗位很有藝術氣色 真的很漂亮 好像明華 你做了什麼? 這個 這個是不是真的像外面買的那種? 這裡的菠蘿嗎? 是 很香, 太軟了 這個底部的東西, 是嗎? 真的好吃 真好吃 這個菠蘿荔嗎? 我們今天穿不適合衣服 其實要穿牛仔衣服 對, 要不然你穿牛仔衣服 不然你穿牛仔衣服 要穿牛仔衣服 那我們玩個小遊戲 好 我們玩個真心碼的遊戲 我現在派這些東西給你們 有對和不對, 或者是還是不是 熱身先, 玩下一條 好 你們覺得我是不是一個好的監製? 有三天算了, 我一定要給這個 兩個是, 一個不是 先說不是的 為什麼你覺得我不是? 為什麼呢? 原來太好了 有嗎? 對, 我覺得樂意做朋友是一流的 這個兄弟認識了十幾年 不用說那麼多話了 心中了 對, 一生永大人不說話了 第一次做其實是合格的 不過我會對他有更高的要求 我心目中的監製是肝油並重 適當的時候就要拿出監製的威嚴 你們全部拿手吃 總之我要你在這個時候完成 但是完成後就會安心 謝謝你 這件事絕對是有的, 絕對 他每天都很有禮貌 辛苦大家… 我覺得這個體術是一個監製 是很棒的, 很窩心的 沒問題 23集可以的, 我知道怎麼拍的 第二條 你還沒說? 你還沒說? 不是… 你們兩個很簡直 還要答應嗎? 你怎麼說? 我有什麼好 所以完全不給我 立即變成了 你不可以, 現在不行了 對… 不錯了 對不起… 下一題 對不起… 你們有沒有…真的有什麼不滿 有沒有不滿過這次的拍攝? 我又扔了… 那你先吧 是 是第一天而已 第一天很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可能太有期望 你說的咖啡廳那件事 原來又變成了餐廳 我說一點點, 為什麼當初要瞞著大家 其實很想… 因為我們演員的身分 很多時候都是被安排工作的 你來演或者做好那件事就行了 就是來拍攝我的節目 很想大家可以享受各個工作 找到一些樂趣 對, 你們不像預先安跑渣 只會剩下的, 只會剩下的 我不想這樣 因為我很想你們有一種新鮮感 所以要跟你說真不好意思 所以之後就沒事了 你有不滿嗎?你有什麼不滿? 還是回去那樣的茄子 他還在想那樣的茄子? 不是 他做了我們的東西 剛才不是這個顏色的 是嗎? 他剛才幫我們開過 你有沒有搞錯? 來, 我來, 樂意 記住 是啊 我覺得這條問題是他玩我的 是 我們三位都合作過了 什麼? 你們三位有沒有曾經… 我試過… 不是 我相信你不是, 原來你這樣也聞得出來 你有沒有曾經那一刻覺得我很棒 很棒 這個頭髮是什麼的? 不想多, 自己給我10個 我對你比較好 對… 給你了… 那一刻… 一試…我不要多, 閃閃過就行了 你覺得是… 這個男人很棒 不是… 其實… 是否給你一個好男人? 你自己想用人? 好男人?是, 你想用人? 他不給自己 想用人來耳耳 真的沒有 我坦白說, 真的沒有 真的… 好男人也不用解釋, 我也說不用了 好男人, 如果你說好男人就… 好男人就知道, 但那條問題 你有沒有覺得, 好男人是有的 不是好男人, 真是不信 真是不信 好, 接著, 覺得自己現在紅不紅? 覺得紅不紅的定義在乎 你在觀眾有沒有大家那種親切 是那種感覺, 而不是說… 紅字不是說知名度 我覺得不算紅 在我心目中, 一個真正紅的人 是像法哥那樣的 明明是大家去行山 不知道我今天不會碰到法哥 我很想野生步, 法哥去拍一張照片 不是入屋, 是入心 每一個人都會很想親近 碰見她 我也同意 紅不是一炮而紅, 或者一紅一陣 那些真的不是紅 就像阿姐那樣, 你有知名度 大家都尊重你 你說話, 你有力度 你也要回答, 你覺得自己很紅? 是 我也覺得這樣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自己是浮浮沉沉的 奧運六星, 經常找我們奧運六星星 是… 你說… 我六個來的日子就是包尾那個 最低的那個 我總是覺得在… 就算在哪裡, 或在公司也好 你好像有機會一樣 但是總是覺得欠缺一點 對, 也不是自己說自己紅不紅 我覺得 這條比較… 感觸一點 是… 告訴你, 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們要不在這裡 那這一刻有沒有遺憾? 我真的前幾天剛剛想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我這幾個月 我拍攝聖母者的節目 很緊張, 差不多每晚都哭 那種壓力,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 要做得好一件事 是 會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接著想起就是 如果我沒有很多時間 剩下的時間 那你用幾個月時間去做一個 你這麼喜歡的節目 例如跳舞 你有沒有好好享受呢? 所以我去到這個節目了 我們去到不知道多少天了 但是我也有提醒自己 對, 你要享受 你一不享受 你這個人又很緊張 然後你可能令身邊的人 又會很大壓力 你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是剛剛想了這件事 然後就覺得 好吧, 我就天天好好享受 這樣才沒有遺憾 對 那你的答案是沒有遺憾? 沒什麼了, 好的 好, 沒有遺憾 如果你說唯一遺憾 可能是我還沒建立一個家庭 對, 可能我從16歲開始 做模特兒 一直拍攝… 其實我已經沒有了一個童年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就出去玩, 很開心 然後我經常上班 直到現在三十多歲了 我仍然繼續 當然這是我很喜歡的工作 但我覺得如果這一刻 我消失了在這個世界上 但我覺得我缺少了那一塊 就是我還沒成立一個家庭 對, 我就覺得不是遺憾 可能會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欠缺點東西 對, 對… 你呢? 有遺憾嗎? 我覺得也有, 但我還要一天時間 那你今晚做完吧 你今晚做什麼? 做什麼?我想知道你今晚做什麼 我還想拿著拿著東西 那你今天有什麼想做呢? 我想真的和你最愛的人 家人一起去過, 其實去哪裡都行 你的遺憾當然會… 很多事情你還未能做到 譬如你還未生到小孩 事業你還在充斥 有很多事情你一直想做 譬如你還未生到小孩 譬如我也很想有一天 快點退休 然後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去旅行, 做一些真正你自己想做的事 工作是我們喜歡的工作 但這是某程度上 是一個生存的事 我最希望有一天 我真的可以不想任何顧慮的事 做隨心所欲 我當然有, 因為我很簡單 其實現在我最重要的事 你的小朋友 就是我的小朋友 就是我會… 想看到他們長大 對 我現在所有事情都是為了他們 我最擔心的就是他們 而且就算我現在很辛苦 我回去看見他們笑 我永遠很愛心 譬如今早 我也特意回來看一看他 爸爸, 你怎麼回來了 其實已經很開心 所以你問我, 我做什麼 開心還是不開心 我想大部分都是來自我的小朋友 現在 我的遺憾, 如果真的會有什麼 就是我的家庭 謝謝三位這麼真正的對話 我們總之就是那句 今晚活在多下… 沒錯, 我們對你的問題 你明白嗎? 他說完之後 我不停在想黎樂意 穿著這件榮婦 你不要穿著… 你們今晚睡覺